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永安于港外海将发展离岸风力发电,但地方组陶新沿海风电自就会反对。 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在市政会议上表态是否主张风场至少要离岸2公里,维护生态景观与渔业等发展,要求经济发展局、环境保护局向中央积极表达立场。 隶属竹能公司的陶新离岸风电计划规划,在新屋外海500公尺至1公里设置风场。 环保署9月召开第一次出审会议后,地方串联发起陶新沿海风电自就会,在海边悬挂应有维护客家渔港反对静岸风车的白布条旗帜。 自就会指出,永安渔港是全台少数客家族群群聚的渔港,沿岸生态环境丰富,且是传统千古及石户渔法为一传承区域。 主张终止设置离岸风机计划或比照彰化地区以离岸30公里为基本装设距离,以及地区深不得低于30公尺,以减低对于场渔人海岸生态传统捕鱼的打击。 郑文灿表示,他与新屋区公所新屋渔港海岸沿线四个里长商量过,决定表达立场,风场需设在退潮线2至3公里以上,兼顾景观,渔业,生态等多方考虑。 郑文灿强调,风场往外退,可保存石户生态,也能让千古渔业体验进行,请环保局、金发局向中央表达是否立场,坚守景观生态并做好地方沟通。